你来过什么?你才两岁半呢,你去过哪儿啊? 我去过呀,那是我小时候的事情了。 我记得以前顾家也有个陵墓呀,也是玉石布地,大家还偷偷抠地面上的玉石。 最后那些人都莫名其妙烂了手,好可怜哦,而且那时候顾家不是开了棺材,认了个祖宗回去吗? 那祖宗长得可好看了,是韶光叔叔金字烧的呀。 顾韶光震惊地看着他。 你,你他妈的还是个人不?那时候你从官里报出来,可有半个月,老子防来防去,愣是没防住你呀,让你给我错穿了。 完了,完了,我烧了云瑶尸体的事,捂不住了。 饶师秦小傅都惊呆了,满脸惊恐地看着顾韶光。 卧槽,卧槽,我知道了什么,当年是顾家老祖宗偷了云瑶的尸体,还挖了整个陵墓回去,当作自己家族的传承。 卧槽,太不要脸了。 更不要脸的是他自己躺进去了,不知道又被谁给扔出来,将云瑶抱了回去,导致顾家老祖宗被喂了黑狗,尸骨无存。 卧槽,真是丧心病狂啊,如今,顾家后人顾韶光,又将云瑶的尸体爆出来烧了。 啊,不对,就是我欢姐的前世,被顾上光给烧了? 啊,这到底是什么仇什么怨啊,相爱相杀到这个程度,太恐怖了,辗转千年都能相杀上。 啊,不对啊,你小子又说多了吧,你才两岁半,你小的时候,你一个多月的事情还记得啊,给我悠着点。 秦小傅捏了捏涂扇的脸颊,紧跟着众人进去了。 啊,竟然是真的啊,这布局跟顾家陵墓一模一样,传承了千年啊,这居然是偷的别人的陵墓,连老祖宗都是偷别人啊,这顾家先祖也太鸡贼了吧。 啊,秦欢对这一切倒是没什么想法,云瑶的情情爱爱,似乎对他没有半分影响,至于那陵墓,最后不还是他躺进去了吗,他也没亏。 祖师奶奶,你请看,这便是您当年躺过的墨浴棺材,弟子无能,只能如此了,上面的阵法弟子做不到啊。 不关你的事,你已经尽力了,过去之事,便过去吧,只要能回到他身边,一切都好。